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麻先生34岁来自吉林餐馆老板 有请麻先生 范女士33岁来自河北策划 有请范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啊 这是吃饭结缘 是吧 对 在人那吃饭 一来二去 就从时刻变成了女友 对 现在不满意她了 主要就是说对她的生活习惯 工作状态不太满意 我希望就是她能够为我改变一些 然后另外我俩因为一些彩礼的问题也有一些矛盾 说说吧 先说习惯 再说彩礼 我希望她能够更上进一些 因为我平常嘛 比较爱看书 现在也是在备考MBA 然后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呢 她能够陪我一起学习 所以就希望她能够去看一些 就是经济学方面的书籍 因为她自己也是做生意嘛 我希望就是说通过这些书籍能够扩大她的知识面 对她将来的事业 将来的工作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但是就是最令我头疼的就是她一看书就犯困 就有一次我让她看书 然后她自己就跑楼下去找这个大爷大妈们一起去下棋去了 我就特别生气 这玩意怎么改 有些人天生就不爱读书 对吧 你为什么非逼着要改造她呢 我喜欢她是因为我觉得她人非常老实 然后对我也特别好 但是我希望她能够跟上我的步伐 她也没有不上进啊 餐馆经营得怎么样啊 还行吧 我觉得她有点就是太寻求安逸了 就一直守着自己的小饭馆 然后就这么 那不然呢 就她可以把它做大呀 甚至你也可以做成连锁呀 为什么呢 那现在社会经济压力多大呀 将来我们俩将来走向婚姻的生活之后 那各方面的开销也特别大 对呀 你去争啊 我再努力争 我希望她也跟我一起呀 人家不是开一个小餐馆挺好的吗 我一个小买卖 我就把买卖做得扎扎实实的 为什么一定要连锁呢 我也搞不清楚啊 这个学习是好事 我也理解她 因为毕竟我们俩差异比较大嘛 她是大学生 我认为学习是好事 但是她让我学的一些东西 我根本学不进去 再加上我工作比较忙 天天那从早忙到晚 这餐饮就属于勤行 对 不勤奋是干不了这行 没错 但是她也不是一直忙 她也有闲的时候 就闲的时候 我希望她不要就是 去在手机上玩游戏呀 或者是浪费时间呀 你可以利用这时间学习学习呀 她让我读书 你都不知道 那书叫资本论 我根本都看不懂 你读了吗 我也没读 其实我不是 你都没读 你让她读啊 我其实不是 非要她去读资本论 我就特别生气 就你怎么就不能读点书 然后我就一生气 我就给她随便买了一本资本论 让她去读 反正我是看那书 我就看了一二 我也看不进去 我也读不懂 那书啊 只能说她认识我 我不认识她 太难了 记住了 还有啥 再有就是说 我希望她事业心 能够更强一点 因为她的朋友 其实就那么两三个 然后呢 我希望她能够扩大 自己的交际面 多结交一些好朋友 然后这样的话 对我们将来的事业的扩大 对我们以后的生活 也会有帮助 但是她总是在自己的小饭店 就是固守着这么几个人 就有一次 我叫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领导 也是比较重要的客户 团了这么一个局 想通过这个局 让她认识他们 然后对他的事业 能有一个帮助 但是吃饭嘛 就免不了喝酒 但是她就是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当着领导的面 就滴酒不沾 弄得我就特别没面子 就没面子还不重要 就是就那场局我白传了 你知道我滴酒不沾 但是在这种重要场合 我希望你不只为了我 还为了你自己 啥重要场合 就是我给她介绍了 非常重要的领导呀 什么重要的领导 我开一小餐馆 我认识什么领导 炒好我的菜 效应我的课得了 但你想做大的话 咱们就 我什么大人 你可没想做大 做大我倒是想 但是我总是做生意嘛 这一步一步一个脚印 我是让你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这不是一点一点地 给你介绍人 然后让你一点点地 扩大自己的交情面吗 对 我也非常高兴 真的 我是非常高兴 我希望我的店里边 客人越来越多 你希望你就做呀 但你没有做呀 你老希望 你老想 你要有行动呀 行 这事能过了吗 嗯 来 接着说 说点跟爱情有关的 别说上不上进 学不学习 读不读书的事 说点跟爱情有关的 他特别抠门 因为我比较好美嘛 然后平常特别爱买一些漂亮的衣服 他也会给我买衣服 但是他从来不会给我买当机的衣服 比如说就是夏天的时候 他肯定会给我买个羽绒服 我也穿不了当机流行的衣服 我总觉得这个衣服 在返季的时候 它不是更便宜一些吗 再者说了 过三个月这个就是冬天的 冬天来了 夏天还会远吗 但是我要穿当机流行的 我不要穿过机的 我给你泼个凉水啊 如果你想嫁给一个 有野心的大老板的话 这个男人显然不合适 而且以他的天资 大概饭店就开这么大了 就因为一件事情 不是他读书 老祖宗在理财的时候 早就讲过一句话 有钱不买半年闲 他认为买半年闲 是为了省钱 其实恰恰说明 所能支撑他事业发展的东西 就在这儿了 您说到这儿 我就直接给您把这个撕破吧 您要喜欢 愿意嫁一个踏踏实实的 小饭店的老板 他努力 他上进 他拼搏 他靠的就是他的情分 他的踏实 他的憨厚 挣这点钱的人 您就嫁 否则您就走 别挑那么挑挑 我想拔高他 我想 您先把自己拔高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个 自己很高的女人 会跟他的男人说 您给我买衣服 不是 我没有主动 让他给我买衣服 就是说 行 您再说其他的事 还有我们俩认了这么长时间了 很少出去到外面去吃饭 都是他自己开的饭店里头去吃 有一次我想吃西餐了 然后结果他说 不到外面去吃了 他会做 但是您知道他回去 怎么给我做的吗 给我做的是红烧牛排 这个红烧牛排 也算是我一种创新吧 这怎么说呢 中西结合嘛 我不想吃这种创新 我没有关心好吃吗 好吃吗 应该不难吃 我觉得不好吃 他觉得难吃 我说我觉得还可以吧 我还挺想吃 因为我是那个应该不难吃 这个都是小时候 我跟你说 你们俩现在的恋爱 就像这个一样 您想吃的是西餐的牛排 恰恰您找的一个 就是一个中餐的红烧牛排 你怎么着啊你 我问点具体的吧 马云儿今年这个 34岁是吧 对对对 一直单身吗 不是 我离过一 有孩子吗 有 这事你知道吗 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知道他是离异的 但是前段时间 然后看他一直在偷偷摸摸地玩手机 然后我就怀疑了到底他在干嘛 我趁他不注意就看了他手机 然后发现 其实他一直在跟他前妻联系 最重要的一点 我发现他居然有个儿子 不是 你跟他交往的时候 你没问过吗 我问过 他说他没有孩子 这个你这么重大的信息 骗了人家是吧 不是骗他 我就是忽略过了 我都没想说 忽略就是骗啊 即使是骗 我也觉得我这是一种善意的恐性 想让他慢慢适应我 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我再去说这件事吗 你觉得什么时候才合适啊 到结婚以后才说才合适吗 不不不 你也没那么愤怒 那不是 那太晚了 你已经接受了 你愤怒的话你早走吧 姑娘 见过吗现在 见过 怎么样对你儿子 可以吧 之后这事还闹了一举小矛盾吧 有一回他为了给我们儿子接近一把 他带着我儿子出去玩 孩子想吃冰淇淋 他都给买了 这杆上发烧了 还有他奶奶就是不高兴了 唠的几句 他可能也不知道咋听着了 他母亲就是在背后就嘀咕我 说那个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真的是不在乎 这句话就是正好让我听到了嘛 我肯定是有点不高兴 但是当时我没有跟他母亲吵 我就希望把道理跟他母亲讲清楚 你不能这样冤枉我 然后他就说我跟他母亲吵架 吼了我 然后还让我滚 我儿子也算是好几年都是说没有母亲的一个这个单亲家庭 奶奶心疼孙子 他随口说了几句 说的主要还是是我 你随口说的几句 我也有反驳的 我也有反驳的权利啊 你干嘛你就吼我 你没必要去跟我母亲去吵 我没有吵 我在讲道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我打断一下 你不要老那么优越感 你讲的都没道理 小朋友有时候可能就是吃多了就发烧了 有时候就是因为吃了一罐冰罐发烧了 讲什么道理啊 但是他母亲也不能跟我说说 因为不是我的孩子我就不在乎 你就不是人家的亲妈呀 怎么了 但是我在乎他呀 你有多在乎他呀 这不是老讲道理呢 你好像跟他交往里面 你满满的优越感你知道吗 但是这种委屈我受不了 那你要受的委屈多了 你受不了你怎么还瘦下来了 我就是觉得他对我好 所以我才坚持啊 后期 没有后期 别往后期说了 你跟你前妻为什么联系啊 不是说孩子好几年没骂了吗 那天我们正在看电影 我也挺对不起的 说实在的 你说对不起 他还是对不起你前妻 对不起 陶 我把他扔在电影院 我去管我前妻了 但是啥 内功劲我觉得吧 他总也没求我什么 就是从我们分开之后 可有事找到我了 我还感觉他挺光荣 我都去了 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 他有时求你 你觉得很光荣 你把我自己一个人 留在电影院 你觉得很光荣 我光荣 我不是说把你丢在电影院 现在你们俩已经回来 你们俩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生命他给你打电话 你把我自己一个人 留在电影院 然后你去陪他 我跟你说 我跟你在一起 我没有优越感 我只是想跟你好好过日子 我只是觉得你对我好 我希望以后咱俩的生活 能够越来越好 我不求你什么 我不求你多大富大贵 你知道吗 那你让他上进干嘛呀 那你让他开什么连锁店呀 这不是为了我俩以后的生活吗 你看 来来来 好了 不说了啊 这个我接着再问吧 双方父母知道你们的事吗 知道 什么态度啊 后期就因为这事嘛 我也给他道歉了 毕竟男人嘛 我总叫做 而且我还有一段婚姻 我也知道咋回事 怎么去做 而且我还当他面 把这个我前期的号码都给删了 银行卡我都交给他了 我吓得挺大决心 因为啥我确实挺喜欢的 我父母呢 当时挺满意 因为啥呢 我以我这个状态 一会儿找大学生 感觉都是洗银银门那种感觉 当时我父亲也承诺 说当然给十岁钱彩礼 他也挺高兴 然后带我去见他父母 他爹妈好像就是看不上我 因为啥 我也自己知道 我自己咋回事 反正挺尴尬的 一下午我也没说几句话 天都快黑了吧 没办法了 我只能说我回家吧 跟阿姨说声道别 他们也没有留的意思 也没有说让我在那吃一顿饭 最终他还让我 把我带去的礼物给拿回去 反正我也能理解老年人 就是说尤其我这种条件 有点委屈 我能理解 但是我不理解是啥呢 他从中一句话也没有为我去说 我特别 伤口就在这一块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为你说话呢 在当时那个场合我没有办法替你说话 我父母养我这么大不容易 确实是刚开始你进门的时候 他们可能没太看得上你 但是我得给我父母一个台阶下呀 我在当时那个场合 我没有办法替你说话 但你走了之后 我一直在做他俩的思想工作 我一直在说你怎么怎么对我好 你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人 让他们去放心 如果我不做这些思想工作的话 他现在怎么可能接受你啊 但是事后也没跟我解释过 也没说过 我也不知道 这不需要解释 就是来到今天这个舞台上 我至今都不知道 那现在怎么着啊 双方父母到底什么态度啊 就算是同意了吧 这同意不就行了吗 那怎么了呢 又出什么问题了 为什么我说就算是同意了呢 他同意的同时也给我加了三大条件呢 您说 第一都是他要求我在那个唐山市市中心 至少要买一套三十一厅的房子 条件二 这个房主的名字要写他的名字 最可气的就是他让我抛弃我儿子 让我把我的儿子交回我父母管 怕我的儿子影响我们俩以后的生活 这三个条件是我父母提出来的 我是不同意的 他们提出这个三个条件 其实不是为了让他真正的去做到 去实现 我父母就是想试试他 就是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对我好 就是对我的好能不能拿出一个态度来 然后面对这三个问题三个条件 他怎么去解决 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跟他家里人一说 然后他父亲就说 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彩礼也不要给了吧 这一试 就是什么都试出来了 我爸他们也是农村人嘛 都是说 可能也说他们是认为他就是小心眼吧 那你既然都不成了 还讨啥彩礼 我希望他面对这三个条件 不是说去答应我就代表他对我好 这个不是说我父母的问题 我认为是咱俩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咱俩要搞什么 但是你没有跟我沟通说 你怎么像我提出这么苛刻的要求 我完成不了啊 你甩头就走 然后回头又说彩礼又没有了 你可以想办法去解决 你可以跟我去沟通 可以去做我父母的说服工作 我就是 但不是你现在这个态度 前两条我会就是说 努力想法去实现这个东西 都是第三条 你让我舍弃我儿子 我做不到 我知道你做不到 我也不会要求你舍弃的 我刚才说了我都会视为己出 但是你要想解决办法 你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姑娘 就是我希望他先跟我沟通 你给沟通沟通吗 我也可以沟通吗 你就不是想试他吗 是我父母想试探他 你既然都想嫁给他 你还试探他干嘛呀 我没有想试探他 所以你的方式是什么呀 我的方式就是他跟我沟通 告诉我他完不成这三个条件 但是他会对我好 他会今后怎么怎么做 你信承诺吗 他的承诺我信 就是一个曾经在离过婚 有孩子的这个重大问题上 为了得到你 而隐瞒你的男人 你都信他 是吗 我相信他是迫不得已的 行吧 你承诺 我看他信不信 我可以承诺给你 都是说 人家没有那三个条件 只要承诺给他好就行了 那三个条件作废 这没问题呀 我这话我以前 就是咱们接触 一段时间已经说过了 不是没说过 不只是好 咱们谈来的时候 不是已经说过吗 说过很多了 咱们做人呢 都实在点吧 你要找的是他这样的人吗 胡婷 我想找一个对我好的人 对吧 他真的对你好 你要想我对你好不好 行了 你别说了 一个开饭店的 真有心的话 女朋友那么爱吃西餐 牛排是最好做的 你要是开餐馆的 西餐的牛排都不会做 你没多爱他 一个开了那么多年 这个餐馆的人 女朋友说 我很重要的一个局 说在那个桌上 你一点都不会应酬 你逗我们的 你真看上的是这个男人吗 只不过是年龄快到了 找一个凑合能价的吧 条件好点就更好了 然后再能改造一下的 不是更好了吗 何必呢 两个人那么 我一直觉得 我应该能够改造他 你改造 你先把你自己改造了吧 你改造他 你自己改造好了吗 我正在改造 来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无论什么样的爱情 他都会有矛盾 今天这个男生 因为过去有一段婚姻 有孩子 你们会有矛盾 即便他没有这一切 我相信在你们的相处当中 也会有其他的矛盾出现 所以你其实是可以 接受矛盾 并且努力去解决这些矛盾的 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吧 嗯 对 只不过说 可能他会有一些 原则上的东西 触犯到你的底线 你会觉得很委屈 至少对 你们俩的爱情来说 你是觉得 你非常坦诚 也非常的努力 想经营好这段 感情的 但是你也要理解 毕竟他有过这段婚姻 有过过往 那么我觉得这个过往 因为有了孩子 就无法完全地切割开 所以在日后你的生活当中 可能你还会面对着 因为孩子带来的这些联系 包括你心理上的一些 难过 委屈 你觉得你能接受吗 我在努力调整自己 在努力让自己接受 其实我挺理解你的 刚刚赵川老师也说了 可能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 包括你的爸爸妈妈 或者周围的人 都会给你一点压力 觉得在这个年龄 好像女孩子不结婚 不应该了 所以对你来说 你也会有这方面的困惑 对吗 对 那你觉得这个男生 是因为目前还没有 更好的人出现 还是说 你其实心里也挺喜欢他的呢 说实话 之前有过几段感情 其实也不是很顺利 可能我要的太多 我追求的太多 所以到了一定年龄之后 我想放下我的追求 放不下的 他现在开始说实话 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 因为过去你的要求特别高 今天你可能找到了一个 曾经有过婚姻的人 他的各方面 跟你过去的男友 前男友相比 都会没有那么好 所以你想 我可能驾驭他会更容易 我改造他会更容易 希望他能够更 跟上我的脚步 符合我的心意 但你没有想到 他依然还有他倔强的一面 不为你改造的一面 所以你会伤心对吗 对 其实在平时生活中 我是一个事业心挺强的一个人 然后可能现在 也有自己一定小小的经济基础 我希望我的伴侣能够跟我一起 去打拼我们的未来 我遇到他之后 就是我知道他是一个暖男 确实是在生活中 给我无微不至地照顾 我也非常地感激 但是我就想让他能够再 事业心再强一点 然后我们俩再去 走上更高的平台 我理解你的这个想法 但是作为姐姐 我特别想跟你说几句 你不觉得你当初选择他 就是因为他特别温暖你 你觉得这样的人 其实如果和你相伴一生的话 他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为什么走着走着 你的心就变得更大了 又回到过去了呢 我有点不太满足于现状 我懂你的意思 但是面对这样一个男性 说实话 我觉得不能给他太多的压力 就是他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他只能到这儿 另外如果你当初想的 只是他温暖你 呵护你就够了 为什么你在这一点上 不着重地去思考呢 如果你很有能力 你就可以做一个主外的人 我实际上觉得你在这个时间里 愿意选择他说明你是谨慎地考虑过了 包括你的家里人即便提了条件 但是也接受了他 只不过说 希望我过得更好 对 只不过说 接下来你们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而已 所以我作为可能比你年长一些的人 想跟你说的是 过好眼前比什么都重要 慢慢来 而且我希望你不要对他有太高的要求 对自己也要放下 很多让你幸福的事情 不是高光时刻 就是那一杯茶 一碗饭 在你身边这种长情的陪伴 比什么都重要 祝你们幸福啊 祝你们幸福啊 你是真善良 我真觉得这个姑娘 打心里还没有看上这个男人 很明显 马先生不是范女士的菜 在他之前 你也想选择优秀的 卓越的 成功的人士 对吧 慢慢地 你也在选择中 变成了 期望找一个暖男 但是你这颗心 还是有高要求 对自己的事业生活 有高要求的是对的 但你不能把这个高要求 寄托让自己的伴侣来帮你实现 你可以成为一位女强人 你别指望说 我的丈夫也一样是怎么样 你想要过那种生活 自己去创造 他有一百家连锁 要你干嘛呢 我有那么差吗 不是说你有多差 他不是你有多差 他的选择会很多 他选择会更多 他有更多选择 你知道吗 但是我面临的 我不是说他要求 就是我找的这个人 他目前有多富有 有多大的事业 我可以跟他白手起家 可以跟他去 你们现在已经不是白手起家那个 对 你知道吧 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 好 那我们说说这位 马先生 第一 他下架给你 咱呢 也别高攀 我是个小买卵 我老老实实 踏踏实实的 好好地过日子 可以了 大学生又怎样 我们过的日子 不是过的学历 好吧 谢谢 谢谢周老师 我先 说最重要的一点 他欺骗你 他有孩子这件事 对 其实是非常过分的 对 在谈恋爱当中 这是底线和原则问题 但是到目前为止 你的所有的种种所作所为 已经把他的这个过分 给掩盖住了 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不正视自己 不正视自己的内心 刚才你哭的点是什么 是因为赵传老师 说了一句说 你别那么有优越感 这句话你委屈 是 但你就是很有优越感 为什么不正视这个事实呢 一 你未婚未育 二 你是大学生 三 你条件不差 你本身就是有优越感的人 为什么不能正视这个问题呢 你就是那种 既高高在上 还有楚楚可怜的形象 你看看你们家 你爸妈提的那些条件 不是优越感是什么 你本来就是想找一个 潜力骨 然后但是你找错了 你还不承认 这就是让你让人 最生气的地方 你其实自己性的 什么都明白 你就是因为这样 耽误自己的姑娘 你知道吗 而且不要拿年龄说事 33岁怎么了 就说 我就得把条件放下来 然后我就得要退而求其次 找个差的 你找什么样的人 过什么样的日子 跟你目前的年龄 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不能说退而求其次 那你不就是在侮辱她吗 她就是那个次的 但是人家在人家的世界里 人家不是次的 你一定要正视自己的内心 你自己说你是女强人 你是事业型的女人 事业很重要 那你就先把你自己的事业搞起来 不要靠任何的人 你不要一边说 我要当女强人 一边又说 我想找一个暖男 然后照顾我 我们两个人一起拼事业 不可能两头都站的 你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你走下来了 你让自己成为那个 可以给你创造 这样生活方式的女人 但是如果 你又享受她 对你的这种暖男 事的照顾的话 那你就真的要把自己 那个欲望放下来 你改造人家 凭什么要让你改造啊 你自己想要下家 又不甘心 然后又需要 把她给扶上来 你做不到 最后把自己弄拧了吗 所以我说 你爸妈提的那三个条件 那明明就是侮辱人家家呀 都是为人父母的 凭什么让跟儿子 断绝关系呢 您可能理解错了 我父母提出这三个条件 就是说你儿子的问题 其实他如果说 同意了这第三个条件 就是你不要他的儿子的话 我母亲反而就是 对他的好感度会下降 没有啊 是剧的 他这样一个态度 不是 他在现实里面 他一直带着他的儿子 这个还用测试吗 对呀 就是想看看 好了好了 电视剧呢 我最后就说一句啊 我觉得特别不合适 未来有很多的问题和冲突 都会发生 以你现在这样强势的性格 和你没有办法 正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和正视你自己的内心 你们两个人之间 接下来会有很大的冲突 包括他儿子的问题上 你都不坦诚也不真诚 你们俩未来之间 还会有很多的问题 我不祝福你们 姑娘我跟你说 优越感觉肯定是有的 这个东西毋庸置疑 咱们不用说这个 我就想告诉你一个事 你真玩不过他 你没觉得他把你拿住了 你的焦虑痛苦是什么 你的焦虑痛苦是感受到 他对你的好了 但你想要更多吗 但是你明显知道 他已经到极致了 你还想要改造他 压榨他 为什么 你不满足吗 但不满足的情况下 你又离不开 这又是为什么 可能大家都觉得 你这人多腻巴呀 或怎么样 他把你拿住了 姑娘 你别以为你读了几年大学 北京人叫什么 劲劲的 是吧那种 事事 事事的 就有一股镜头在那边 就很不舒服 你其实并不为他感到骄傲 你喜欢的是他对你的好 他对你的好已经到了极致了 但你还想要更多 你们俩 结婚时间长了之后 你想你根本不为他骄傲 内心多抓狂啊 所以啊姑娘 第一个 你没有什么比别人强的 第二个 你的愉悦感 你的骄傲 不在这个人身上 第三个 你陷入了一种执着 你想把这个问题解决 你不是真的去在爱 就这三样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谢谢老师 就是我后来说他那句话 他如果真的那么爱你 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那么暖 他做不了个稀释牛排吗 这个真相都摆在这个地方了 还在那较劲 这里面没有好人 没有坏人 没有对 也没有错 就是曾经恋爱了一场 因为要走入到婚姻里 发现我们对婚姻的目标不一致 对吧 那就该干嘛干嘛吧 一起进入真情的水平 其实 我就是 也没有要求你太多 我真的是希望你能够 为自己的事业搏一搏 哪怕失败了 我都想 我都陪着你 我就希望 你能够迈出这一步 但是 经过咱俩这段时间的相处 可能 这真的不是你的性格 我知道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但是 有时候想想 放弃你吧 可能又舍不得 你曾经给我的温暖 继续吧 真的咱俩又有很多的矛盾 所以 我现在心里特别难受 我真的不知道 咱俩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今天来到这儿 我都感觉 江上导师说的话都是 哎呀 一瓶散步了 我都输了 请两个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这一对情侣 他们是做何选择的 请开门 好好经营自己的餐馆 餐馆现在不好做 找一个愿意跟你过这种小日子的女人 她不是不好 她过的日子可能更大 下次再谈恋爱的时候别骗人家 谢谢您 我跟她在一块儿快两年了 几乎每天都在一起 她还总觉得我陪她不够多 不放心我 总胡思乱想我跟其他女生不清不楚的 她白天工作忙 不让我接近 晚上在家还待不住 总找借口出去忙 一点也不关心我 我苦心敬应自己 让自己往上爬 想给她更好的生活 但她都不理解我 还觉得我虚荣 她现在觉得自己特别优秀 我现在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 跟她在一起 我已经看不见未来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王23岁来自河北 理发店发型师 小范22岁来自河北 理发店前台 欢迎老妹 是一家店的吧 是一家店的 谁追的谁 她追的我 本来就是 第一开始就她追的我 那是我长得帅吗对吧 我认为我在第二天 也是颜值数一数二的担当 没毛病呢 这是我的优势 你追的人家 也不算追吧 就是我对她有意思 她也对我有意思 就根本就没有谁追谁 那不还是你喝多了 先跟我说的吗对吧 那你别同意啊 给力姑娘 哎呦还颜值担当呢 靠把人姑娘灌酒灌多了 丢不丢人 不丢人 这也是我的能力 对吧 最近把人家同意 跟我出去喝酒 也是我的能力 今天为什么来呢 因为我们两个 是在一家店工作嘛 主持人 就平时我跟顾客 稍微有一丁点的亲密接触 在她眼里就搞暧昧了 根本就不是她说的这个样子 因为正常的情况下 她会给女顾客 设计一下发型之类的 其实我都能理解 但是她每次一给人设计 或者是给人家 剪个刘海之类的 那个脸都快贴一起去了 我觉得没必要吧 这个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啊 现在我们这个发言师嘛 因为都是年轻的顾客 所以说我们讲究的是 闺蜜式的服务 对吧 能跟她更贴近之间我们的距离 就是朋友跟朋友之间对话 对吧 打比方 我要想让她给她一些建议啊 让她烫啊或者染啊 让她帮我充中业绩的话 我感觉更有说服力啊 就相当于 既是朋友还是顾客 但是更过分的就是 她不公开我 不是 这个因为 本来就是办公室恋情 而且除了我们两个以外 就是第二个 就老板跟老板娘搞得像了 那我也不知道第二个 是愿不愿意 还是我正处于我的事业发展期 对吧 我平不清云的 我现在23岁 我店里是鼓动 我还是创意总监 对吧 我为什么要让一些 谈情说爱的事情 影响我的仕途呢 对吧 而且我私底下的话 我也会 是是是 就照顾她呀 没错 平时前台忙的时候 我也会帮她收拾收拾 也会给她订一些水果啥的 对吧 社会精英上升之中 哪能为这点小爱情耽误了自己 也不是 行行行 人家解释了 但是她跟那些顾客 根本就不是正常的 那种顾客之间的关系 她会私自加一些 只有漂亮女生 她才会加微信 男顾客基本都不加 我让她平常发一些 我们之间的合照 她就不愿意发 但是最后发的时候 还会屏蔽那些女顾客 然后私下里还会有女顾客 约她一起单独出去喝咖啡 我们是朋友 而且我很擅长 就是把控这个小女生的心理 她们想要什么东西 我一眼我就知道 再说说 我本来就是 女发剪的 就比我的男发剪的要好 我当然有必要给她们 就是单分一个组 店里有什么活动的时候 我就会爱她这个组群 然后让她们就是看见 可以帮我充充业绩什么的 我感觉也没什么毛病 所以女生觉得 她跟其他的女生骄傲 是不太正常 对吧 对 但是她的解释是 纯工作原因 对吗 对 除了这个争端之外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 她平常在家里 根本就待不下去 因为我们平常 其实早久到晚久 时间也挺长的 挺累一天 我就想说 让她早点回家 然后休息一下 但是她就是为了出去玩 找借口 找了个青霸做助唱 每天半夜 一点多才回家 这是我的爱好呀 她还不愿意 让我跟她去 我的意思就是 上班她不让我 跟她在一块 下班之后我去陪她 她就不愿意 这本来就是我的爱好 我主持人 我用我的爱好 挣一份我的收入 养活她 提升一下 我们之间的生活质量 我感觉这也算错吗 如果这也算错 那啥都算错了 那我干嘛不上班 我天天给家陪你得了呗 那上次 那我要没去 我能看见那个顾客吗 就上次主持人 我跟你说 有一个女的 感觉围着她转 就挺喜欢她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反正就趴在身上了自己 我本来就是在我们这个 助唱这个领域啊 我就算一个小小的 这个挺有名的人 现在都流行 比较什么网红打卡呀 人家过来了 跟我拍个照对吧 也是打卡了一个圣地 也看到了一个这个 小网红吧也都算 明白了 然后在她眼里 我就是出轨了 我就跟人家 孤独亲密了 所以您是一跨界担当网 对吧 在你们店里面 你属于颜值担当 在你打工的青巴里面 你属于网红担当 这厉害 这厉害 你说是为了 你们俩的生活是吧 你花她的钱啊 我觉得我没有 她用的什么 高档皇上品啊 平时穿的衣服啊 贵的名牌啊 全是我买的 但是她给我买这些 并不是真的 单纯地想给我买 她是觉得带我出去 应酬之类的 她有面子 我也没有说 让她给我买 男生的这个花钱 是不是花得比较冲啊 她处于那种 超前消费了已经 啥意思啊 她每个月 基本上开完工资 或者是有奖金的情况下 她就会请老板吃饭 连在着公司同事一起请 一个月请三吨吧 又吃饭又喝酒 那是得到酒吧里面去畅畅 要不然钱都没了呀 我这个属于扩展人脉 怎么做到这个位置上呢 对吧 我又是店里的股东 然后我又是创业总监 那不都是一口一口酒 喝出来的吗 一顿饭一顿饭请出来的 明白了 这理发店是快要倒闭了 你知道吧 改餐馆合适了 我第一次听说 说一个人是靠吃饭 能吃到股东的 你跟老丽吃饭吃出来的是吧 老周 我们都不吃饭 我们俩一个月都不建议回面 你们得像这样的企业发展 你知道吧 行 小伙子有自己的理论 人脉吗 行明白了 除了这个请人吃饭之外 他还干嘛呢 钱挣了之后 上次我们公司组织 去北京学习 然后上来就看上一个衬衫 小一万块钱 他书买就给买了 而且他当时手里钱 根本就不够 还跟朋友借了一些才买的 我这每天这么辛苦 我买一件车裳 考虑一下自己怎么了 我穿上车裳 我就感觉我不一样 我就感觉我到人生巅峰了 对吧 我穿上车裳 我就感觉我就是我 不一样的烟火 他们就是他们 一块钱两码的刺了花 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那个 我们城市也是一个 非常高端的连锁品牌 所以说我们的顾客 也是非常高端的 我感觉我要认识一些高端的人 我就一定要想把自己打扮的 有品质一点 我不能穿着一身地摊货 感觉就很邋遢 接触一些高端的人 我也可以认知更多东西 人是因为挣不到自己 认知以外的钱的 对吧 我多认知一些东西 我可以多挣一些钱 我也都是为了我们的生活 是的 是的 住期啊 你好low啊 你穿的什么杂牌子 我这还真的 真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品牌 我觉得很好 我老婆给我买这四百块的 我比你多我六百 我六百 你比我贵点 我的最贵了八百多呢 我过去以为 你们俩是社会经营人 我现在发现了 你们就是两毛钱一把的刺花 人家就是不一样的烟火 听明白了就是 小伙子有自己的想法 对 甚至他有他自己的一套 所谓的这个理念 是这意思吧 是 我觉得自信是个好事 这个消费高一些 是吧 还有别的吗 他现在就是觉得老板 有点器重他 喝多了之后跟他说什么 一年之内升富店之类的 他就开始飘 现在他想买车 其实买车我挺理解 他就上那个4S店去看 什么奔驰宝马奥迪 他都不跟我说 快买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个事 然后我就没让他买 这不应该 人家挣钱 人家买车也不花你的钱 主要是他没有钱 他现在外债都好几万 现债并不代表我还不上 我也很轻松地能还上 但是我现在就是想提升一下 我的生活质量 就是一个成功的男人 你要不配辆刀端品牌汽车 我感觉他不成功 而且我买这个车 我也是为了能接你下班 那不都是我自己打车回家吗 你自己 你直接就去轻拔了 那打车我不也是给你滴滴的吗 那买完车之后 咱们不方便吗 对吧 你就一提这件事就跟我闹 就非得不让我买 那不让我买那行啊 那我也得听媳妇的 对吧 那卡车我说那不买就不买呗 姑娘 我问问 你了解这个男生吗 其实我觉得我原来 还算挺了解他 但是现在就感觉 这个人就越来越陌生 陌生来自于什么呢 他原来其实不这样 做事也挺认真的 但是他现在就特别漂 就漂到田上谁都拉不下来 对 我相信他一开始 如果他没有两把刷子的话 他不能很好的服务于顾客的话 他老板也不会弃住他 他一定还是有他的才华和才能的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到这我就其实 我就想跟他要个结果 因为我不想让他这样下去了 不是 你要什么结果 就是我们之前 就一直在谈 就是成家立业这个事 就结婚嘛 23岁 22岁 早了点 我就想让他读书改变 就是你不要再这么飘了 对 是吧 你接点地气 对 我还是愿意跟你一起往前走 行吧 老师们看看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婚圈 就这个美发行业里面 就是有这么大的潘比心吗 还是说只是他个人的情况 也有潘比心 但是没有他这么重 就是他太强烈了 是吧 对 你觉得累吗和他生活在一起 其实也挺累的 我看你们俩都特别年轻 而且你俩签了好几万块钱 我都吓一跳 因为这么年轻 因为我觉得在我这么年轻的时候 我拿的工资很低 我根本不敢怎么花钱 我觉得我全在攒钱 那个时候就可能我们这代人受到的教育 就是就拿到钱之后特别省着花 我就别说把它花光了 我连一半都不敢花掉 当然我不会用我的要求来要求你 我觉得这是两个时代不一样了 但是如果你欠很多钱 这就是个大问题了 姑娘你别着急结婚 别想着未来 你现在要做的是 其实是脚踏实地的 想好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一生很长 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他是否能够和你一起遮风挡雨 是否能够陪着你 一起坚定地走下去 你要想清楚 三思而后行 谢谢群姐 来 张大夫 我非常肯定地跟你说 你就是他人生的一个路人 绝对不是他最后的归宿 你不要想着收服他 你收服不了他 第二个要说的是 你咋自我感觉那么良好呢 一上来说 你就是靠那颜值 什么什么怎么样 什么叱咤风云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特别纳闷的一点 是你作为一个理发师 你引以为傲的 不是自己的一技之长 我剪发剪得多好 而是我长得帅 你不觉得你用错地方了吗 我看长得帅也是优势 而且我剪得也不长 你的第一优势 不应该是你的技术吗 我天天跟你们打交道 我是短发 我十天就要娶一次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我就认识两个理发师 非常鲜明地对比 一个长得就跟你这样 自认为很帅 他当年就是因为 技术过映出的名 很多的知名的明星 都在他那儿剪头发 但是后来 因为他要做商业 所以他的技术就慢慢下降 另外一个呢 是他带出来的徒弟 他就兢兢业业地 就苦练技术 他的技术现在非常棒 超他师傅 超得十万八千里 我跟了这个理发师 从我剪短发六年 这个理发师换一家店 他所有的顾客 跟到他一家店 换一家店 跟到一家店 他在北京 换了无数的老板 无数的店 我们跟了他无数的店 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走 因为他长得好看吗 不是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 理发师的技术 可以超过他 他剪完的头发 让人看不出来 那头发简薄 但是还短吗 他长得帅吗 不帅 他包装自己吗 不包装 所以我说的这个是什么呢 包装完了以后 你转一圈 你会发现 那些东西 终究它不是落地 它不是生活 而你真正应该引以为傲 的是你的技术 你的长相跟技术 没有关系 就算进门看到第一眼 说你帅 我就认定你 你剪得跟狗屎一样 我下次还找你剪吗 你说买一件衬衫 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了 你就是不一样的烟火 弟弟 真正拥有的人 他们完全不在意 我身上穿的是什么 我开的是什么样的车 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他真正钻研的是 我是以什么为谋生技能 因为这样我才可以长久 越没有什么 越显摆什么 每天一身logo 一身名牌那样的人 你猜他到底是有钱还没钱 我觉得你现在 被这些所谓的圈子文化 已经带跑偏了 你如果真正踏实下来 潜心研究你的技术 让你变成 真的不可替代的一位理发师 有这个技能傍身的话 你会是一位非常非常好的技师 但是 前提就是 你们两个人是不可能的 因为目前为止 他还没走到 没过渡到那个阶段 他需要时间 这段时间你陪在身边 你就是牺牲品 谢谢 谢谢莎大老师 就你经历过的这些 飘的状态 我经历过好几次你知道吗 对 我真的 我真的经历过好几次 我二十来岁的时候 一年挣好几百万 你说我能不飘吗 不到一年时间 挣的钱全吐出去 还欠人家几百万 十年时间还债 我倒不是想 想现在给你泼什么冷水 我就 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 我就告诉你 真的 花五百日红 这句话 真是真理 写的教训 真的 风头就是一阵一阵 少年时候的富 不是好事情 将来你要用十倍 二十倍的苦 你知道我创业二十年都没成功 这里面肯定有波折 你现在不管是有多飘多好 将来你摔下去的时候 你能不能再站起来 这一下才是重点 现在你飘不飘 无所谓 你得想一想 为将来 垮下来的那一天 留点啥 第二个要跟你说 珍惜你在飘的时候 还愿意跟你说一两句实话 给你泼冷水那个人 现在你觉得他可烦吗 将来有一天你会觉得 真少 这样的人 孔子说了一句话 就是一个 内心不仁的人 仁爱的人 他不能长期的安于贫困 也不能长期的安于富贵 因为他内心是不安静的 小伙子 这个消费啊 确实是太齐情了 那他其实消费 是有一个公式的 按照这个公式去消费 你就也舒服了 也得体了 但你不会带来负担 你自己去看 我们以房子为坐标 你住一元的豪宅 开千万级的车 带百万级的表 拎十万块钱左右的包 吃万元的饭 你会觉得很舒服 我的天哪 太高级了 然后呢 你住千万级的房子 开百万的车 对吧 带十万的表 拎万元的包 吃千元的饭 你也会觉得不累 如果你达不到这个 他没房子呢 对 你要往上面去走 那就是你的债 以房子为单位 少一个零去消费 一档一档往下降 你都会觉得很舒服 好吧 年轻的时候不张狂一下 什么时候张狂呢 年轻时候不自信一下 什么时候自信呢 这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没啥 就是一点 就是在你飘起来的时候 攒点人品 那什么是攒人品 其实特别简单 珍惜跟你掏心窝子画的人 就OK了 是不是继续做男女朋友 不重要 要珍惜他 不是说你们一定要谈恋爱 因为有很多观念 已经出现了分歧了 你得珍惜他 至少心里要感激他 其他的没啥 姑娘 道不同 不相为报 学会放手 其实也是一个人 特别好的一个品德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60秒 刚才老师说了这么多 我也感觉 其实我自己可能 最近来说 因为在工作上的职位的变动 稍微可能有点 太相信自己了 有点太自信了 然后感觉 自己已经忘记 自己是一名反应师 其实是一名守卫人 每次创业 精神里 都是发生的 最后一个人 是一名投入 为了 小时 这样 听到 一个人 来 请关门 看看这一队的选择 请开门 加油吧 这个有点傲气 有点暴躁挺好 然后就是学技术 再踏实点就更好了 好好谈恋爱 别急着结婚 来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他们 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人的 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有网友提问说 前几年跟老公 闹离婚过不下去了 后来遇到一个 比我小三岁的男孩 未婚 我以为我找到爱情 不顾一切地跟他在一起 直到今年五月 我彻底看透了 他二十五岁 竟然在跟我的同时 还跟自己厂里 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 一年半了 但还口口声声说爱我 如今我是一无所有 我该怎么办 我猜错呀 你所谓的不顾一切 就是为了这个二十五岁的男孩 跟你的老公 把离婚手续办完了 对不对 现在你遭到了 这个二十五岁男孩的背叛 所以你觉得 鸡飞和蛋打 一切都没有了 我就送你一句话 你活该 为了一个人 而放弃一段感情 甚至放弃自己的家庭 这样的爱情 根本不叫爱情 那只是一时冲动 和头脑发热 还有就是多巴胺的分泌 所以你自己做的恶 这个结果 只能你自己承担了 要再一次地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同时要谢谢电视机 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by bwd6